联想Z5S深度评测 在长城回归之后 今年联想在手机产品线上的节奏明显快了很多 过去几个月包括K系列、S系列和Z系列在内 他们已经推出了多款更加走量的前运机 也重新在国内手机行业找回了声音 和之前这款产品一样 Z5S在发布之前 有关它的预热以及各种猜想 也早早的就开始流传用网络 和传闻当中有所区别的是 这次并没有采用和三星A8S 或者是华为Nava 4一样的打鼓球 但的确有着很不错的屏占比表现 回顾即将过去的2018年 屏占比成了整个手机行业的关键词 从刘海评到珍珠评 再到前部球A8S以及华为Nava 4上 所使用的打鼓屏 商商们想出了各种方案 想追求更高的屏占比 但就在今天上市的众多形态各异的 异形屏幕手机而言 大概实际屏依旧是综合表现最好的一种形态 但尽可能的缩小屏幕没有法印起的同时 也很好地兼顾了前置相机的拍摄效果 没有出现明显的天科现象 联想Z5S配备了一块6.3英寸2C地屏 配率为2340x080 比例为19.5比9 同时作为联想新机当中 首款采用水滴屏设计的产品 它的屏占比达到了92.6 另外Z5S的屏幕亮度度高 同时调校的相比大多数国产机而言相对更暖一些 整体视觉效果不错 当然由于水滴屏设计 这也就意味着联想Z5S没法做到 和之前几代产品一样 前置双摄 它采用了一颗1600亿像素的前置上头 最大的等效像素是2优米 知识 美颜 功能 这一体是 其首次采用了隐藏式听筒 搭配几部双听筒 实现立体声双扬声器 这对于经常玩游戏的用户来说 还是比较友好的 伴随着手机行业的发展 极深材质和选用 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尽管相比金属极深 玻璃后盖在坚固性上 还是有很差距 但得益于更加温润的手感 以及更容易做到的美观特性 包括iPhone XS在内 越来越多的手机产品 开始采用了玻璃后盒 如果你之前看到过联想C5 那么对C5S的外观 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这一次它延续了 和C5一样的三明治设计 中框为6系铝合金材质 前后均覆盖有抗菌 大新兴3G玻璃 在细节处理上 C5S和C5也是如出一辙 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它其实采用了悬空屏设定 屏幕要高于中框 从而在视觉效果上 展现出更高的屏占比 但悬空屏也存在着 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果屏幕高出中框很多 一方面不会导致易碎 另外一方面 对手感也会有多多少少的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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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追击 对手感也会有多多少少的产生影响